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 又稍带严肃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菲律宾的消息 当地有些病人因为过度相信社交媒体上的神奇药物 结果莫去医院求医 反而去买了一堆没用的食品补充剂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医生是Facebook 那么你可能真的需要再考虑一下你的人生选择了 接着,我们转到俄罗斯 普京总统再次以创纪录的支持率连任 显示出国民的团结 不过,欧洲一些国家对这次选举提出质疑 认为它既不自由也不公正 在这边,我们不禁想问 这种团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个关于AI威胁民主的新闻 在韩国举行的民主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警告说 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能会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 嗯,看来未来的选举可能不只是人对人的战斗 还可能变成人对机器的对决了 这些新闻内容都相当有趣 也让人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吧 物信社媒药品不去求医 菲律宾病人被假消息迷惑 联合早报 菲律宾网络上充斥着未经证实的癌症治疗方法的宣传 导致一些患者错过了及时的医疗治疗 由于医生短缺 交通不便 健康素养较差等原因 一些患者相信了这些虚假信息 并购买了不起作用的食品补充剂 这种现象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使得一些患者的病情恶化 菲律宾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表示 由于缺乏指导方针 无法追查这些虚假广告的发布者 脸书的广告政策禁止发布不切实际的承诺或建议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名乳腺癌患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现在致力于教育其他患者识别虚假信息 他强调食品补充剂对治疗癌症没有任何作用 额选委 普京创记录支持率彰显国民团结 联合早报 总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创纪录的选票获得连任 选举委员会称 这显示了全国人民对他的支持 普京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不会停止追求目标 也不会被任何人吓到 然而 法国 德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大选发出质疑和抨击 认为这是一次没有选择的选举 不自由 不公正 欧盟表示 将为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铺平道路 韩国在民主峰会示警 AI威胁民主 美国 波兰批俄中操纵信息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国总统尹锡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与会领导人 在首尔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上 共同呼吁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 尹锡悦表示 由AI和数字技术衍生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 不仅侵犯个人自由和人权 还威胁民主制度 呼吁各国分享经验和智慧 通过AI和数字技术促进民主 峰会以应对数字技术对民主的威胁为主题 多国代表出席会议 布林肯表示 在威权和专制政权利用科技破坏民主和人权之际 需要确保科技能够维护并支持民主价值和规范 他提到 虚假信息和谎言对2024年的超级选举年带来显著风险 布林肯还指责中俄为全球操纵信息的幕后黑手 英国副首相道登表示 民主面临多方面的威胁 包括网络攻击 民粹主义和独裁者举行虚假选举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反驳了指控 称这是偏见和双重标准 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国政府控制关键信息流的世界 台积电宣布将在台湾中南部设两座先进封装场 联合早报 台积电此次在台湾嘉义设立先进封装场的举措 被视为台积电在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封装技术是将芯片封装成可用产品的关键环节 台积电的封装技术在全球领先 该厂的建设将为台湾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进一步推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此举表明台积电愿意在台湾根流脚根 并为台湾产业升级提供支持 以操作食品加工器出事 23岁男子送院不至 联合早报 木洛北五街玉郎集团工业大楼一食品厂发生工业意外 造成一名23岁男子伤重不至 事故发生时 男子独自在工厂内操作食品加工机器 同事听到他的尖叫后发现他受伤 随即通报民防部队 男子被送往张一宗和医院接受治疗 但最终伤重不至 警方排除他杀的可能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美共和党众议员 字节跳动出售TikTok有利于双方 联合早报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 如果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该应用 公司投资者将从中受益 他认为 出售TikTok符合字节跳动投资者的经济利益 并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 加拉格尔还表示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 强制TikTok转手是绝对有可能的 不过 参议院对这项法案的审议过程可能较慢 一些参议员担心法案可能违宪而持保留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 如果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他会签字让其成为法律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强调 这项法案的目的不是禁用TikTok 而是希望中国公司撤资 因为对数据安全存在担忧 目前 美国前财长姆努钦已宣布要组建一个财团 来投标购买TikTok 摩根士丹利 印度不大可能实现中国般经济增速 联合早报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表示 印度不太可能实现像中国那样 8%至10%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摩根士丹利预计 印度的长期增长率 可能会稳定在6.5%至7% 这是因为印度经济受到基础设施不完善 和熟练工人不足等因素的制约 尽管如此 摩根士丹利仍然对印度的前景保持乐观 并指出印度经济目前的扩张 位置于2000年代中期的繁荣时期 然而 摩根士丹利认为 印度不太可能取代中国 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因为中国在制造业和新型产业方面 更为先进 印度去年第四季的经济增长率为8.4% 中国男足赴新加坡参赛 志在全取胜利三分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星期一飞往新加坡 备战于新加坡队的世界杯预选赛 36强赛第三轮比赛 中国男足希望能全取胜利的三分 球队在深圳进行了一周的集训 主教练伊万克维奇 希望通过这段时间了解球员的能力和身体状况 并向球员灌输自己的执教理念 在确定了出征名单后 规划球员里可意外落选 而另一名规划球员艾克森 则有望在比赛中发挥积极作用 艾克森之前一直受伤 在星期天晚上才能够参加训练 以军突袭加沙最大医院 促院内人员立即撤离 联合早报 以色列军队突袭加沙西法医院 造成多人伤亡和医院大楼起火 以军称此次行动是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精确打击 但卫生部门表示火势猛烈无法营救任何人 以军发出传单敦促附近居民撤离 同时发布了无人机画面显示自己遭到射击 哈马斯指责以军无视病人和医务人员 直接攻击医院建筑 日本七旬富预电骗两亿日元存款 转买加密货币及血本无归 星岛日报 这则新闻报道了日本一名70多岁的老富 被电信诈骗骗走两亿日元的案件 老富接到自称警察的来电 对方声称他的银行账户被用来洗钱 要求他将钱转出去 老富按照对方指示 开了一个新的网络银行账户 并将原本的存款全部转走 然后购买加密货币 然而老富后来发现 加密货币不翼而非 才报警求助 警方表示 老富在与对方通电话时 将处理加密货币所需的账号和密码 全部告诉了对方 这起案件是千业县近五年来已知的 单一案件中金额最大的诈骗案 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海上巨兽 绝迹大西洋于两世纪突 葡萄科学家一地高清照下呆 星岛日报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新格兰水族馆宣布 外界相信已在大西洋绝迹超过200年的灰金 近日再次被发现在麻州南部水域出没 这个发现令许多海洋科学家感到震惊 研究人员认为 这可能与全球气候变迁导致的加拿大北冰洋连接大西洋 太平洋的西北航道 近年夏季经常不结冰有关 灰金无法通过北冰洋冰层 现在却有机会在夏季时穿过西北航道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习近平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 祝贺他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表示 普京再次当选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支持 并相信在普京的领导下 俄罗斯将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 习近平还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俄罗斯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 相信俄中关系将持续加强 两国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 有很多契合点和共同利益 两国经济发展路线相契合 他认为 俄中关系非常稳定 相互补充 这种互动将继续保持 俄中利益吻合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稳定因素 他还强调 对中国不友好者试图拿台湾制造挑衅和实施制裁的行为 将彻底失败 中国多地交警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加油与车辆维修服务 联合早报 中国多地交警发布通告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加油车辆维修服务 相关通告指出 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是交通违法行为 为了加强管理 加油站和车辆维修店被要求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服务 这一措施旨在保障交通安全和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近年来 中国多地已陆续发布类似通告 台国安官员 大陆在台湾选举后未加大军事施压 联合早报 据彭博社报道 台湾国安官员称 中国大陆似乎调降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 但警告北京仍可能持续对台湾实施外交孤立行动 台湾总统选举结果令北京失望 被视为台独金孙的民进党籍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当选 与他搭档的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也被视为是台独分子 不过 台国安官员告诫 大陆仍将为日后攻台持续进行长期的军事准备 同时继续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行动 美韩外长一致谴责朝鲜发射导弹 联合早报 韩国和美国外交部长在会谈中一致谴责朝鲜发射导弹的行为 并表示将共同应对朝鲜问题 他们强调朝鲜的挑衅只会加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合作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 而这是朝鲜今年的第二次弹道导弹发射 双方还重申了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 并商定打击朝鲜非法网络活动和切断朝鲜核岛研发资金链 此外 他们还决定密切合作应对朝鲜试图改变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现状的行为 并重申了美国对韩国的协防承诺 布林肯在访韩期间还就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与赵队列交换了意见 并讨论了如何加强在全球多边外交舞台上的合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